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解析的这本书叫《全新思维》 有一个副标题,叫《决胜未来的六大能力》 从六个方面来告诉我们如何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叫丹尼尔平克 在TED里面他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演讲 叫做《令人惊讶的动机科学》 是点播量最高的演讲之一 而且作者本人是被称为未来学家 而且更被称为是这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 50位商业思想家之一 作者从一个角度切入了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叫 我们从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但今天的时代已经不仅仅是信息化时代了 我们更进入了一个叫作为概念化的时代 工业时代嘛,着脑取胜 因为需要流程、制度、标准、对错、大规模等等 而高概念化的时代 我们就需要不断去培养自己的两种能力 第一种能力叫做高概念的能力 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 我们能把它总结成精要的某一个点 这叫高概念化的能力 第二个能力叫做高感性能力 设计、权局观、情商等等 都叫做高感性能力 而高概念化能力和高感性能力 都需要我们不断去开发右脑的功能 所以从工业时代进入了概念化的时代 其实简化而知 就叫做从右脑时代 我们需要进入了全脑时代 其实人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对右脑都有一个误解 甚至在50年代之前 医学上还有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就是右脑是还没有退化完的器官 所以我们总认为右脑为辅 左脑为主 一直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 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叫斯佩里 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证明了 其实左右脑并没有重属关系 左右脑是完全独立的 这部分的基本普及知识 我们在之前的一本书叫慢思考的时候 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左脑负责的是逻辑分析 判断决策 所以有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好 这个比喻叫左脑像一只狐狸一样 狐狸嘛 他会分析 会判断 会计算 他会去较真 所以左脑像一只狐狸一样 他懂得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会分析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右脑像一只刺猬一样 刺猬只能干什么 刺猬只会干一件事情 这件大事就是在碰到危险的时候 就把它卷起来 狐狸碰到了危险 他会想各种办法 刺猬碰到了危险 只会干一件事情 就是把自己卷起来 然后把所有的刺都顶起来 所以狐狸懂得很多事情 而刺猬只会干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就是全局判断 左脑像狐狸 右脑像刺猬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就很容易体会了 比如今天你跟你的老婆吵架 你老婆非常生气的 问你 说了一句话叫 你再骂一句试试 来各位 左脑接收完这句话之后 从字面上的角度 你再骂一句试试 左脑从字面上的角度 接收完了 就是哦那对方就是在让我骂一句嘛 可是右脑此时就会跳出来 他会结合当下的情景 结合整个气氛 结合前前后后的全局 他会给左脑一个提醒 这个提醒是 这句话千万不能按字面上的理解 这句话说的是反义识 这就是左右脑的功能 他会去分析一个人的好坏心情 他会去分析当下的情景 比如今天你的老师告诉你一句话 叫我想借你的耳朵用一下 从字面上的角度 左脑接收完 我想借你的耳朵用一下 右脑就会结合你跟老师的身份 以及结合你们当下的关系 右脑就会告诉他 老师告诉你的意思 并不是想拿你的耳朵 只是想告诉你要认真听讲了 可是各位想象一下 同样这句话 我想借你的耳朵用一下 假设今天你被绑架了 然后绑架你的那个人告诉你 我想借你的耳朵用一下 同样这一句话 右脑就会给出另外一个判断 这个人想割你的耳朵 这是一个威胁 这是一个危险 所以左脑会从字面上去理解 各种复杂的意思 而右脑会把这个复杂的意思 结合当下的情景 做出最清楚的全局判断 工业时代嘛 左脑向司机 右脑向乘客 可能是以司机为主 带我们去某个方向 而到了甘利化的时代 司机被乘客抢过去了方向盘 也就是右脑当成了司机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立足于今天来聊 未来的六大能力 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这个时代本身在发生的变化 而且左脑会不断被替代 右脑会不断被重视化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物质越来越充裕了 产品越来越丰富了 你想 以前我们去买个杯子 我们更重要的关注是杯子的功能性 这个杯子能沉多少水 杯子足够清便吗 杯子的保温性能好不好等等 你买个杯子 你会去关注杯子的核心功能 可是今天的物质越来越丰富的时候 你可选择性越多的时候 你就买个杯子 你不仅仅会关注这个杯子的基本功能 升级人会开始关注 这是不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杯子 这个杯子的品牌背后是不是有故事 这个杯子是不是谁用过 你会开始关注文化 开始关注故事 开始关注所谓的情怀 而这部分都是由右脑来发挥作用的 所以作者开始给我们聊了聊 我们需要从六个方面来不断的提升自己 以及从六个方面来改变我们看待未来的角度 我先把这六个方面罗列一下 第一叫设计感 第二叫故事力 第三叫交响力 第四叫共情力 第五叫娱乐感 第六叫做意义感 我想一一做个解释 设计感 其实生活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太关注最核心的功能性了 什么意思呢 比如一提到医院 大家会关注医术高不高明 这个器械是不是最先进的 一提到学校 大家会关注 校长是不是有格局 老师数字是不是高 教学设备是不是完善 这些都是硬件的 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可是人们越来越发现的是 同样一家医院 哪怕医生没有变 器械没有变 只是把医院的环境做了个调整 比如更通 更通明 更光明几近一些 把医院的 静光环境改造一下 同样一家医院 在环境上 体验感上 做不同的调整 发现 病人用的止痛药的比例 大大的降低了 这就是今天 人们很多因素 会越来越受体验的影响 其实过去也是 只是过去 我们在很多基础功能 不够完善的时候 我们腾不出精力 去关注这方面 所以医院的环境的改善 会大大的降低 止痛药的用药比例 学校的环境的设计 同样一家学校的 不同环境的调整 学生的平均成绩 会有改善 所以作者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对孩子的教育 要非常重视一样 叫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的意思 就是广博知识 优雅气质 这部分就会决定了 这个孩子未来的审美 未来的品质 一个产品 多投入1%的设计费用 往往仍然让这个产品的销量 提升3%左右 所以设计感告诉我们 不仅仅关注核心的硬镜 不仅仅关注核心的技术 我们也许应该从软性的 体验空间的角度 去对我们需要的那个成绩 产生一些进步 这是第一 叫设计感 第二个叫故事力 这里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好 这句话叫 让人生存的不是食物 而是故事 我们在第一本书 讲人类简史的时候 已经告诉各位了 故事是人类进步的 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因为故事来源于 人特有的某一个大脑部分 叫做前额叶 很多故事都是事情发生了之后 去总结的 甚至很多故事都是在事情没发生之前 我们就模拟的 只有人可以想象 可以模拟 所以什么叫故事力 故事力就是把一件事情 置于另外一种情景当中 呈现出来 同时还能够让别人 有生灵其境的感受 所以各位想象一下 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听过的 比如佛陀 亚历山大 亚瑟王 河马的奥特赛 费恩历险记 星球大战 西游记 什么七个小白人等等 所有的这些 让我们今天能够 一下子就回忆起来 能够印象很深刻 甚至你会记住一辈子了 其实你内心一定是对这个词 有一个最核心的故事 你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今天在医学院里面 开始在提倡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叫叙事医学 叙事医学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一个医生在问病人 可能更多的会问是 你哪里不舒服 这个不舒服多久了 这个哪里疼 我这样按你疼不疼 这样按你疼不疼等等 这是以前一个医生去诊断 可能最经常问的方式 而今天的叙事医学 我往会告诉一个医生 跟病人 不仅仅去问哪里疼 疼多久了 甚至应该让病人 对这几天的生活 多一些叙述 比如你能不能跟我讲讲 你在疼痛的这两天当中 有没有什么经历跟心情 这段时间你的心情怎么样 这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这叫做不仅仅让病人去陈述疼的那个点 更重要的是 对于今天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叫叙事嘛 叙述发生的事情 因为一个人在医学院久了 往往培养了逻辑分析的能力 往往培养了精准治疗的能力 但往往忽略了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关联 就是故事的能力 所以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 我觉得这个方法 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 因为我大概在两年前看过这本书 我平常有意识的会干一干这件事情 这个方法叫做复数开篇法 什么叫复数开篇法呢 就是你今天拿起一本书 或者拿起一篇文章 最好是小说类的 或者故事类的文章 然后你就看他的第一段话 看完第一段话之后 就把这本书盖上 或者把这本文 把这篇文章盖上 就先不看了 只看他的第一段 然后你来想象一下 如果基于这个开头 你会怎么来编这个故事 基于你刚刚看到了第一段话 你会怎么来讲接下来这个故事 叫做复数别人的开篇 来编撰自己开篇背后的故事 这边的编撰不是贬义词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回去尝试一下 只会让你在故事当中 越来越感觉一些 这是第二个 叫故事力 第三个叫做交响力 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 我想都是个新词 交响力 交响乐 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 什么叫交响力 能够迅速的把无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把看起来不相关的东西 把它串联在一起 第二 能够从不同的事情当中 去识别出共同的模式 第三 能够把不同的观点进行汇编 排列组合 就是创新 这句话其实很经典的 有一句话 很多工程学上的僵局 都是由非工程师的人打破了 因为思考问题的角度 比智商更重要 其实我在第二个系列课 叫做五大能力改变你的成长焦虑里面 我非常清楚的谈过一句话 这句话叫真正的改变 不是学习新知识 而是改变旧模式 看问题的角度 比智商本身更重要 所以交响力 你从字面上的理解 就是能把不同的东西做关联 能把不同的东西背后 找出相同的本质 比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叫中国移动 大家听过了 KTV 大家知道吧 这两者看似完全不同行业吧 一个通信行业 一个娱乐行业 请问这两者背后有什么 可以借鉴跟参考的吗 各位别忘了 中国移动 跟KTV背后有一样东西是类似的 叫做对产品的盲闲时的设计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KTV里面 在设置它的收费的时候 有盲时和闲时 比如周末是盲时嘛 晚上11点过后 也许收费要高一点 等等 这叫盲时 白天是KTV的闲时 一个产品的定价 如何在盲闲时 做有效的区分 其实中国移动的收费政策 也是有盲闲时的嘛 流量 盲时流量跟闲时流量 所以看似两个不同的行业 背后对某一样产品的设计理念 你能不能找出共同的模式 这就是交响力的意思 所以作者也给我们列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学会打比喻 有人没人的时候 自己给自己自言自语的时候 都不妨打一打比喻 讲到某一样东西 能不能迅速的 跟你眼前看到了一件事情 做关联 比如我今天讲的这件事情 就像一个保温杯一样 那也许正是因为 现在在我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保温杯 好了 你做完这个比喻 你就得把这个比喻给圆啊 就说了一个比喻 你要把这个比喻打圆了吗 那为什么像保温杯呢 你要讲出彼此的关联了吗 所以第三个叫交响力 第四个叫共情力 共情力简而言之 就是产生共鸣的能力 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验证的方法 就是你有没有共情力 这个方法就是 别人打哈欠 你容不容易受影响 如果你很容易受别人打哈欠的影响 就别人打了个哈欠 你也紧接着 也受他的影响 打了个哈欠 打哈欠是可以传染的吗 如果你很容易受别人打哈欠的影响 就代表你的共情力还比较好 其实各位 如果你去看很多书的时候 你往往能得出一个规律 大部分讲亲子教育的书 都一定会讲到一个点 叫做共情能力 什么叫做共情能力呢 就是孩子摔倒了 你不要老过去跟他说 不疼不疼 宝宝不疼不疼 他摔倒了 你告诉他不疼不疼 你根本不知道他疼或者不疼 所以你老过说他不疼不疼 没关系 站起来勇敢不要哭 这就代表你没有去体验孩子的感受 所以很多时候孩子告诉你 爸爸玩具坏了 很多人就说了 没关系 爸爸再买一个 这就代表你没有共情能力 孩子告诉你爸爸玩具坏了 小白兔的耳朵掉了 你应该告诉他 哦宝宝 小白兔的耳朵掉了 你一定是很伤心 你肯定会希望 他的耳朵能突然间长出来 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 当你这一句能共情的话说出来 小孩子可能就很开心 那是啊 我特别希望他能够长出来 其实这个问题甚至都不用解决 你只需要去说出他内心的那种感受 往往一个问题就化解了 一个人的共情能力 也决定了一个人在未来的领导力 所以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这句话叫 灵感往往来源于路边的见闻 很多好的作家都是喜欢听别人说话的 这个喜欢听别人说话不是个坏词 因为他会从别人说话当中去体验别人的情感 他会从别人说话当中去体验 当下那件事情的情愫是什么 第四个叫做共情力 我讲到一个点后 我希望各位你去尝试一下 面对孩子 不要一下子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不妨更多时候是说出孩子的体会 不要老告诉他打针不疼的 没关系 你应该告诉他打针会有点疼 你现在肯定是很紧张 对吧 没关系 我们俩散散步吧 你应该从共情的角度去说出孩子那一刻内心所想的 而不要总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去告诉他 没关系 玩具坏了 爸爸再买一个 这是第四个叫共情力 第五个叫娱乐感 娱乐感我觉得作者给我们谈了几个方面 但我特别想讲的一个方面是 如果你不具备幽默的细胞 如果你也不是特别爱玩游戏 那么麻烦你每天多笑一笑 这是作者里面给我们谈了最重要的一个点 一个孩子每天会笑几百次 而今天的很多成年人一天都不笑一次 所以在娱乐感里面作者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是快乐 快乐如果你不具备幽默的细胞 如果你不具备爱打游戏的数字 那么你每天多笑一笑 这是你娱乐感最大的来源 最后一个叫做意义感 我想谈作者给我们提了一个方法 意义感的意思是什么 一个人会做一样工作 一个人对未来的某一件事情会更坚持 其实往往体验来源于 你有没有从做的这件事情当中 体验到那种意义感所在 所以作者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反思一下 这个问题叫 如果今天就给你两百万 两千万美元的财产 或者今天某一个医生告诉你 你只能再活十年了 第一哦 你立马获得两千万的财产 第二 医生告诉你 确定你只能活十年了 不管是哪一项 请问你还会继续的坚持 目前的工作吗 如果你答案很肯定我会 那你很开心的是 一定是你目前的工作 带给你某种特殊的意义 如果你觉得我不会了 我有两千万美元 我还干目前这个工作干嘛呢 那我觉得这个意义感 也许我们就需要重新去反思了 所以曾经有好多人问我说信什么教 我说我信佛教 然后他们都说那佛教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不一定对 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所谓的信佛教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是 我相信这辈子结束了 并不是真的结束了 其实你想象一下 很多时候的宗教跟信仰带给人们的就是对于人生意义感的体会 一个人认为这辈子死了就结束了 跟一个人认为这辈子死了 其实不是结束 而是换了一种方式重新开始 这两种人在面对这辈子的生活的时候 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我觉得这就是宗教的力量 所以书里面有一句话叫 我们很多时候信仰的并不是宗教 而是宗教背后带给我们对那个意义无比之坚定的认可 而这个意义需要你自己去提炼 这就相当我们需要去开发幼脑当中的幼儿业 幼儿业就是让我们增加对意义感以及幽默感的体会 意义嘛 很多时候也是想象出来的 也是体会出来的 也是体炼出来的 好吧 总结一下 其实这本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个时代在发生的演变 让我们从工业时代进入了概念化的时代 就必须让我们从左脑时代去重视右脑时代 高感性的能力以及高概念的能力 把高感性的能力跟高概念的能力分成六个方面 就是设计感 故事力 交响力 共情力 娱乐感 以及意义感 希望这六个方面 接下来 各位在做个人提升个人学习的时候 不妨从这几个角度多多去体会一下 当你能理解并且能印象深刻的时候 你发现你再去看很多书 你都可以把它做总和归类 比如我刚刚提到了共情力 你去看所有的亲子教育的书 几乎都会谈到这一个共同点 你去看所有的管理类的书 几乎都会谈到一个娱乐感 你去看所有的个人成长的书 几乎都会谈到一个意义感 所以这六个方面 我觉得已经把我们盖过得非常清楚 能让你未来在阅读其他书的时候 为背后找到共同点 而提供非常高效的 知识的和思维的框架 好吧 谢谢各位 下期见